曾经有个案例 就是那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然后认识之后就赏婚了 赏婚之后就是分开南北城市住 先在台北上班 然后太太在南部 然后就这样子往返了一阵子 先生就觉得不是办法 就很努力找了一个南部的工作 想要搬去跟太太住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特别的场合 要跟太太讲这个事情 结果一听 太太一听 而且还劝先生说 我们还年轻应该以事业为重 就不用过来 对 然后先生就觉得不对劲 然后就说是不是我们婚姻有问题 那太太又不承认 那先生就坚持就说 要不然我们就去找做婚姻智商 那各位知道其实做婚姻智商 理论上是要夫妻两个一起来做 但实务上通常都只有一个人来 所以看到他们两个一起来 我真的很高兴 然后谈了两次之后 太太就比较相信我 就有一次就是资商完出去之后 那太太就好像故意把皮包就放在资商室里面 她就进来拿 然后就跟我说 其实他跟先生分居的这段期间 他发现他比较喜欢女生 所以他不是有小王 他是有小三 但是他请我保密 不要跟先生讲 因为怕先生知道之后 自尊心会受不了这样子 那我就很为难 但是还是必须保密 然后接下来资商 我就尽量暗示先生 我就分 就是分别安排 我就先生独自来 然后太太独自来 然后先生一直问我说怎么样 我太太是不是外面有小王 有外遇 然后我就说 我只能告诉你 太太很明确告诉我 她不爱你的 至于有没有外遇不重要 那先生不能接受这个答案 然后没想到 先生就去找私家侦探 然后就拍到了 他太太就是跟一个 还蛮闷的女生在一起 对 那其实先生脾气很好 先生也没有跟太太闹 因为他也知道无力回天 这种情况 就两人其实就好聚好散 对啊 一有限爱他 就尊重他的想法 对 那其实他们就是了解了之后 其实我也算解脱了 要不然我瞒到亲口 对啊 怎么问到你去 其实我自己也碰到过 一个以前的助理 十多年前的助理 他在相隔十多年之后 找我谈这些事情 他跟我说 我后来发现 女生 对 他在苦恼说 家人 姐姐 妈妈逼他结婚 可是他 我说那你可以嫁 因为你男生 女生你多爱 对 他说 但问题在于 我每次到一个地方工作 我就被女主管看见 就霸住我 就今天那我跟他 夜会什么干嘛之类的 他说他跟女生也很快乐 他跟男生也很快乐 不要觉得很罕见 其实都有 所以我们现在这时代 就尊重每一个人 尊重他的选择 所以有好多是结婚以后 才发现 或者有些人是假装成 异性恋者结婚的 是因为我们社会 不够给他们空间 我们没有够度 给他们友善的环境 如果友善 他就不用假装成异性恋者 去结婚 那害到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今天王忠平 你是 他如果今天有外遇 外遇对象是男的 你会怎么样 是 你怎么回事 突然他就觉得他说 如果他外遇对象 我愿意可以三个人一起修复 我愿意可以三个人一起修复 他怎么回事 他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共享那一位 男的生活 新家庭的主持 男生如果我们另外一半 是比较喜欢女生 但他又没有不爱我们的话 男生应该还可以接受 男生 我不行 我不行 不是 搞不好就是三人行 不行啦 不行 如果你老婆的外遇对象 是你喜欢的典型 你说他喜欢是女生 我一个人那个 那女生你也喜欢 很帥 很美 所以他都很帥 他跟我讲童年了 我不行啦 他讲不行 他讲 親嘴角带的笑意 全部的形象说不行 事像只会一样 不行 不行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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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们就接到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男人会比较自私 只有女生喜欢女生 还可以 都喜欢女生在外面有男生 男生是会比较受不了的 当然 那一定翻的 这个还是要尊重 我觉得爱他 就是要尊重他的想法 你看他丹麦女孩就是这样 对 他想变形 老婆还是陪着他 那超伟大的 对 很伟大 我这边是有一个故事 是一对 一个案例是他夫妻一起 先生陪太太来整形 然后太太可能是眼睛 割个眼带 眼皮 双眼皮弄弄鼻子这样 那那个付钱的时候 是太太自己付的 那这也不意外 因为有时候家里经济大权 是在太太身上 那两个人看起来是非常有钱的 那弄好之后呢 他的太太整得非常成功 好像年轻的十岁这样 非常有精神又好看 那但是呢 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先生又出现了 那先生有进来先讲说 他等一下会带一个这个女朋友来 不要说他有结婚有太太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也是 医疗是中立 不会吃饱太闲 说一直去主动去管人家的家务事 那当然就是进来公事公办 原来是他觉得太太 整得实在太成功了 所以这个新女友也带来 一个整形 那要付钱了嘛 也是这个女朋友自己付的 就好巧不巧 少了一万块 那那个女生就跟那个男生说 你那个剩下一万 你帮我出这样子 男生就说 我钱包今天忘记带了 我改天再拿过来 我的朋友是你们医生的谁的朋友的朋友 我不会赖帐 你也知道我都开很好的车啊什么 我这配备都是 我这有钱人不会赖帐的 那我们那个医生就很垂啊 那医生就有老公嘛 那他就说好 给他赦帐 那开完刀 那他就拆线了 那那个弄的是不错没有错 那有一天我们实在忍不住了 那个会计就打电话去催帐 打去给那个小三说 某某小姐不好意思 那个尾款一万块什么时候方便 我们要结了这样子 小三很生气 这样子姐 我又被钱 又被骗钱 又被骗色 又被什么什么 原来那个男生从头到尾 都不是有钱人 那他就是老婆也骗钱 那个小三也骗钱 人家养小三是花钱 他养小三是赚钱 养小三呢 还有各式各样女朋友 明明开各式各样人头公司 然后去借款什么的 而且他就那个男生就人间蒸发了 有时候觉得不要只女生骗男生 男生骗你 有一个房仲我一个好朋友的房仲 他带一个就是电视上 所有有名不有名 当然是一个模特儿 就跟一个男的去看房子 他是房仲叫他房子 房子看完之后呢 就男的就要买给他嘛 爽死了 对 就但是开支票必须要开女生的支票 为什么 他说 因为这样才能过付到你一下 对啊 讲得蛮有你的啊 对啊 那我会付嘛 就头期款 那就什么押金他先付嘛 结果一付完之后 他就可能跟他睡来 之后后面的票 通通是没有付的 这个那女的还赤上官司最后 还要赔偿前面的那些 该支付给工作人員 而且我们要提醒年轻的小女生 你们不要看那些男生开好车 他就是有钱人 看一下车牌 是不是 对 现在住人车很喝 对啊 出来了 我来这里要分享一个案例 有一个病人 他是因为工作受伤 然后就住到我们的家户病房 那由于我们住院的时候 都要询问病人 譬如说有没有在用什么样的药物 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病史 那尤其是药物的部分 我们会特别的注意 因为我们看到他带了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这是什么样的药物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 然后其实我们心里觉得是蛮奇怪的 因为照理来说 西型肝炎不应该是用这么多 五颜六色的药物来治疗的 那但是我们还是先姑且相信他了 那我们就跟他说 好 那你把你的药单带来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我老婆过两天 会把我的药单带过来 然后好 我们就相信他 我们护理师就说 好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去做个药物辨试 看看他这个药物到底是什么 在做手术的前一天 我就说某某医院开给他的 我就说 那那一位医师有没有告诉你 您这个药物 其实是抗艾滋病毒的药物呢 然后他就突然间 就发现他已经 抗了 后来他终于答应 然后让我们去验他这个 艾滋病毒果然 这个病毒量就是很高 然后后来他的妻子有一天发现 他的消毒的方法什么的 他的整个摆设 然后看大家的处理方式 好像跟别的病人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 然后他就说 请问一下 为什么我先生这整个好像 整个这个处理流程 好像跟别的不太一样 我们就说 那这个部分的话 由于是 病人隐私的问题 或许您问一下您先生好了 然后隔天这个太太就说 我先生说 因为 因为它是吸肝 所以就 处理方法不太一样 然后我跟 我跟护理师两个人就 听了就知道说 这个果然这个病情感觉 好像是已经有 隐瞒蛮久了这样子 毕竟他们说他们结婚 好像已经两年了 然后但是 我们在护理师 实在是蛮正义的 然后其实是 有一点看不太下去 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 我们就去跟那个太太讲说 对了 那个您先生那个 藥签还没有拿来 是不是您回家 把那个藥签拿来一下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上面的这个药物的名字 然后让我们确认一下这样子 那顺便您也稍微看一下 这个药签的这个药物 上面这些 稍微上网去查一下 后来这个太太 就真的乖乖地回家去 把药签拿来 然后很认真的查了 隔天回来 就含泪在我们面前说 她知道原来这些都是 抗艾滋病毒的药物 那她不会担心她自己用 然后她非常的担心 而且她非常的生气 后来我们才知道 就是原来这个男生 其实这个 这一任老婆其实是第二任 她的第一任妻子 也是得了艾滋病 然后过世 而且这一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就是被她传染了 而且还生下了两个艾滋病 先天性感染的宝宝 就这样子 然后那个妻子 就是第一任妻子 一直都不知道她有艾滋病 直到自己得病了之后 才知道自己有艾滋病 然后大致 事实上是 然后更夸张的是 这个老婆就去跟她的闺蜜 然后哭诉说 就是她先生就是 居然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她居然从来都不知道 现在她也要去验艾滋病了 怎么样怎么样 觉得自己很可怜 结果这个时候 那个她的闺蜜娘 心头一惊 然后才用谈泪说 因为那个闺蜜居然是她的 老公的小丹 最后 最后两个人 两个女生还一起去验艾滋 这样子 天啊 手牵着手 有没有手牵着手 我就不知道了啦 但是肯定心里是 心里应该是觉得 这件事情是蛮荒唐的 对不对 一公布她 这样子才是 就是犯罪的 刚才讲的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